典型的這個朝代末期現象 我不好意思說啦 中共這樣玩的話真的是 以前他沒有這樣玩嘛 以前他什麼時候這樣玩 就算改革開放前也沒有這樣玩嘛 改革開放以來也沒有這樣玩嘛 但目前你這樣搞的結果 都已經表示說 已經說憋不住了 很多人認為這個 趕快進來搶 搶一段行情對不對 你就是接盤俠 你就是韭菜 你放心你絕對被收割 你不要懷疑 給你時間你就會明白 這一套所謂大刺激 大放水這一套思路 不是習近平的思路 如果是習近平的思路 他早就可以叫他的人馬 早就可以動了 他不是拖到現在 所謂告別安倍經濟學生 因為通貨警說已經告別日本了 就這麼簡單 這是一個不同經濟階段 不同時空背景 自然經濟戰略要不同 大家好 感謝大家對新聞大破解的支持 我們在YouTube頻道 粉絲訂閱最近突破了20萬 很感謝大家的幫助 不過呢 卻因為不知道什麼樣的原因 沒有預警的 也不知道任何原因的 我們突然被YouTube 取消了頻道的盈利資格 不能下任何的廣告 沒有任何的盈利收入 那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原因 那很感謝大家能夠 繼續支持我們 希望大家能夠動一動手 將移到下面的一個網址 去訂閱一個新的頻道 叫做新聞大破解隨選 我們的節目首播呢 每週一三五晚間的10點的首播 會先移到這個子頻道來進行 也感謝大家能夠持續的追蹤 能夠介紹給更多的朋友 我們感謝大家 我們每週一三五再見 我們會不記得 期待改成為 甚至新的 Peter 再次追蹤 不放鬆 我們下一次